中文字幕志愿者 虽然我没有美丽的风景 但是我这边有非常动人的人情味 人就是我们最好的风景 然后加上我的孩子会拉小鼓起 用情声来感动每一个人 让菜市场的文化越来越有艺术 很难想象在传统市场里 有咖啡爱好者的秘密基地 老板娘徐晶晶因为喜欢咖啡开始 而萌生了他们的咖啡梦 选了在东港这里开了间咖啡店 用心推广咖啡文化 不但让菜市场每天都会传出浓浓的咖啡香 也由于这咖啡香让许多游客都慕名前来 我每天煮咖啡的心情 就像煮给我的家人一样 但是我用爱这份爱 将它化成是给我的家人一样 所以用这样的心情煮咖啡 让我觉得每天都很平安跟喜乐 他说人要互动才有感情 彼此相互的连结才会永久 因为喜欢咖啡希望透过好喝的咖啡 与一样爱好咖啡的好朋友联系起来 店里的摆设都是他亲自设计 为的就是想要营造出一个像家一样温暖的感觉 也希望来到店里喝咖啡的客人 都能像在家一样舒适自在 不错啊 很特别 来这边买菜还可以听听这个很优雅 对啊 好奇 我很喜欢来这里因为是很温暖的咖啡店 我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的咖啡是很好喝的咖啡 常常是很热闹的地方 他们的咖啡有近20种的精品咖啡可供选择 觉得可以满足不同口味喜好的顾客 老板王玉淳坚持手挑每一颗健康豆 在以咖啡豆的特性精心烘焙 每一杯手冲咖啡都值得您停下脚步 慢活自在的细细品味 这香醇用心的好咖啡 从以前喜欢喝咖啡到自己喜欢咖啡 到咖啡馆 这个过程之中自己要去学习 自己要去突破 咖啡其实它有无限的感觉 我们在那边喝那么多的咖啡 是好是坏 只有生产者自己最清楚 那喝的人怎么去了解它呢 也是一样喝中学 在喝过中学学习中 什么叫做好的咖啡 逛菜市场也能喝到好咖啡 下回有空来东港 记得到房角时喝一杯 有温度的咖啡 除了感受这里浓厚的人情味外 也是对他们坚持做出 好咖啡的鼓励与认同 屏东新闻刘建荣 杨正义 采访报导